我們來介紹鑽科的基本刀法 那鑽科的刀法呢 跟科字編款的時候 這個跟我們寫字是不太一樣 有時候是要反方向 因為比較好施力 那首先我們來看點 這個解釋完之後我們 後面都會另外再錄實際科的過程 大家再連結 那點呢我們會有兩種方向 這個都很重要 實際用的時候需要有兩種方向 下面這個代表刀子 這個橫畫 那這個代表入刀的方向 那我們如果要刻一個這種點 像這樣子 它一定是三角形 除非是崩落 好一點的石頭不會崩落的時候就會 非常 就是一個很鋒利的三角形 這樣切下去之後壓 壓就是這個 這邊就要靠這個刀子 稍微往左上這樣推一下 就會有一個三角形 那你如果用力推的大的話 三角形就大 小就相對就小 就看情況 然後呢 第二種情況就是中間這裡 可以 如果要像這樣 往 好像這長 這 長一點是往 右上這樣 好 我們就從這邊 刀子從這邊下去 然後再往右上壓 好 相對的同樣的 你 我們可以說 這時候 這個如果 你想要做細長一點 就這樣推 那你要做厚一點 就這樣 壓遠一點 就看要怎麼做都可以 好 然後呢 另外一種最常用的是 橫的 橫的三角形 這樣一推 一壓 向左壓 那這一種情況 為什麼說做的最多呢 好 我們繼續看這裡 這時候就是 長點就是 短畫 我們經常的 短橫畫 好 經常最常用的就是 橫畫 當然稍微 寫一點 所以這邊寫短畫 那最常用的是 短橫畫 一切 往左 往左 那我們刀子 就只有這一個 鋒刃而已 怎麼做出來這麼長呢 我們有時候 要需要連切 就是說 刻完之後刀子向左 推 移動一點點再繼續切 這樣子 所以這種叫做 長點 加上連切 極為長畫 畫在這邊 第一個 從這邊 切進去 然後稍微 刀子 一樣從這裡 刻 一樣 從這邊 再重新 加壓過來 那 刻完不夠長 刀子再移過來 一定要覆蓋 原來的 那個 在原來 不然你就會 行整 如果沒有蓋得很好的話 就會 浩浩突突 不好看 這一種就是 長點加連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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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